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這次端午佳節 先祝大家端午節愉快 當然 今天大盤再創波段新高 就指數的角度來看 能夠往上拉抬 連續20天 這一波的角度幾乎沒什麼休息 就不斷的因為台積電 因為大力光 那麼這兩檔雙箭頭 往上創高 帶領今天大盤再創新高 當然台積電來到166塊 讓很多人真的是跌破眼鏡 那麼昨天張總市長還告訴你 明年的股力可能會更好 這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7奈米製成明年 Q1即將送認證 那麼以技術能力 跟它的獲利能力來講 當然毋庸置疑 是台股非常重要的支柱 當然也引領了電子指數 準備再創波段新高 創波段新高 我相信這個端午節 所有人都在想一件事情 那徐老師連漲了20天 禮拜一開盤 就是第21天 會不會有端午變盤之說 那麼我相信很多人 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會先給你一個 初步的結論 我常常在講說 當你在學技術分析的時候 當你在用廢視習術的時候 請你先把結構給拆完 再來研判會不會變盤 13581321 如果21順利度過 後面就是34 如果你這一波 尤其是期貨的操作者 這一波在季線放空也好 或是頸線放空也好 或者是缺口放空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個點位放空也好 就今天的角度來看 他是創波段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你放空指數 並沒有因為量價被離創高 而討到任何的便宜 所以我這一波做確認之後 我們之前看保守 但是英式操盤一出手 政權一交接 我馬上告訴你這個標準答案 他就是要往上挑戰馬錫會的高點 就這個政治意涵來講 其實很多人這波覺得不可思議 哪有可能會這樣 對不對 可是沒辦法 我常常講過 我說台股幾乎不是由外資主導的 千萬不要誤會 這一波尤其是外資 高檔買了一堆之後 低檔停損在哪裡 8300點之下 然後呢 8300點之下抽碼被收走 現在又回過頭來 往上在季線之上追台股 所以 控制大盤的永遠不會是外資 你放心好了 這一股力量 這控盤者 他的力量遠大於外資 來 所以我在5月31號的時候 收月線我就提醒過你 月線第三次回測 523號的10年線附近 520政權交替 523號第一天就給你一個紅K棒 他告訴你 我要去挑戰馬錫會的高點 這一點 無庸置疑是做確認的 所以我在周線形態的時候 我5月27號提醒過你 我說反彈第三周 只要補量 那麼英式操盤 就會持續的往上延伸 對不對 所以第13天的轉折 他只是告訴你 你要留意結構而已 我當時講過台積電 當時講過大力光 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兩黨股票的創新高 後面還包含了耗底 在ESOL會議之前 也創了波段新高 所以反彈上來的格局裡面 我說過了 如果你預設立場 你就會被一路往上抬 對不對 當然這個禮拜 只有三個教育日 收週線量縮很正常 但是三個禮拜是補量的 所以我三個禮拜就告訴你 只要量補出來 供的是台積電 供的是大力光 基本上這個盤 你不要預設說 它會漲到哪裡去 對不對 從7999點 到8754點 總共漲了756點 這一路 往上嘎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多人現在都會覺得說 哇 每天你台積電 每天你大力光 你感到 我說過了 他必須完成他的階段性任務之後 他才會讓其他的個股 有比較大的表現空間 所以 現在你回過頭來看 台股的週線是連世宏 那麼我習慣轉折週算 所以這一週是上漲第五週 那當然喜歡隔週算的人 就是算下個禮拜 是第五週 那不管anyway 就技術型態跟結構上面來講 目前他還是針對這個目標沒有變 而且一步之遙 我覺得應該是 下個禮拜回來就馬上穿越了 來 所以英式操盤 主要是要去挑戰馬熙會的高點 當然電子主攻 極優股在領頭 這個結構是對的 是對的 所以台積電加大力光 對我來講 你如果再去漲一些 不管是跌升反彈也好 或者是今年虧損的公司炒題材也好 對我來說 那個結構都會不健康 對不對 所以我始終強調 我從來不是一個 預設立場的老師 當這個行情 你看懂了 你就不會有迷思 不是嗎 我在5月27號的時候講過 我說當台股回補空方缺口了 這個型態就被破壞掉了 什麼意思 本來是孤島夜星的型態 缺口被回補 那代表什麼 這變成一個整理區間 而不是一個空方直接往下灌的格局 所以當他扭轉上來的時候 我們當時講 其實全市長大概覺得我在講 英式操盤 對不對 一交接完畢 立刻給你一個紅K棒 所以後面不管是下降反壓也好 季線反壓也好 他一路過關斬降 到今天創波段新高 所以如果你問我 徐老師 這個行情怎麼那麼猛 會不會漲到34天 我說不用猜 來 下個禮拜 你只要關盤一個重點就好了 這一波英式操盤從反轉開始 到現在為止 呈現類似75度角的往上攻 比這一波還抖 比這一波還抖 所以這個叫漸回不回 你只要等待補量就好 你不要因為量縮就去空 量縮就去空 不是 你等待補量 只要看到日均量 日K線的均量 1100億到1300億左右 連續三天 你再來跟我討論變盤 目前都沒有 目前都沒有 因為電子股當主攻不對 台積電創新高 大力空災創新高 就表示 它之前的設定 跟我們這波的設定 完全一模一樣 之前 電子指數 為什麼這先出現瑕疵 是因為當台積電創高的時候 其他個股在跌 所以我告訴你大盤會回 對不對 現在電子指數往上攻了 我在上個禮拜六告訴你 為什麼要攻電子 因為領先大盤 8840點越過高點的是電子指數 既然它有越過指數的高點 就代表它會再來攻一次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在6月2號告訴你 你不要預設立場 因為台積電跟大力光 只要補量上來 電子指數的高點會過 不是嗎 所以你用周線的角度來看 你看我這麼多台積電 這麼多的大力光 我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目前是嘎指數 各股的表現我覺得平平 我覺得平平 但是指數嘎上去 至少印證了我們之前所講的話 台積電從144塊錢往上攻 攻到今天創波段新高 166塊錢 早就領先大盤領先電子指數 越過8840點的高點 所以接下來你要看的格局是 當台積電往上創新高 周線連世宏 那麼它到底會造成資金擴散 還是台積電創高之後 繼續獨強 這就有意思囉 所以電子指數如果下個禮拜創高 你要留意後續的變化 因為我們強調過 如果是一個多頭的市場 比價滾量租群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大力光也是一樣 之前從低檔反轉上來 我講過周線的多方缺口 現在回到3000塊錢 我個人的看法 我昨天已經提醒過你了 端午節過後 平蓋股會分期 挺好喔 是分期不是比價 因為這個結構上面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波當然台積電 我們每一次在抓指數 在抓類股變換的時候 都跟你強調過了 或許你不操作這些股票 但是你要關心這些股票 對不對 之前我看保守 為什麼保守 台積電創高 電子指數沒有過 很多的高檔關門股 跟投機股 後面一跌 三成五成比比皆是 不是嗎 所以當台積電回到原始上映區域線 我告訴你 這個缺口一旦回補 那麼這個空方的形態 就被破壞掉了 不是嗎 後面他真的補 而且站上季線 挑戰高點 我說只要一創高 你看指標量跟外資就好 左邊創波段新高 今天2330台積電 當然一如預期 這一波最猛的 很多的股票還沒有漲得他兇 以斜率來看 來 這一波往上攻的過程裡面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指標也是往上拉 那麼就代表什麼 代表他只要持續的高檔 進行震盪整理就好 台積電的指標 就會同步創高 那你問我 21天會不會變盤 站在台積電的挑度來看 他應該不會變盤 大力光也是一樣 破2000塊的時候我告訴過你 這一波總共三個轉折 一個轉折 兩個轉折 三個轉折 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告訴你 這是多方最後機會 也沒有把握 當然有把握 因為外資不斷的買 買到3000塊 所以當大力光重回3000塊的時候 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不要認為大力光往上衝 就會積選升天 不是 不是 我隔離可以看這檔例子 我說4958的真頂 當時我在74塊半含保守 融資不斷往上飆 我說你自己小心 外資可能買大力光 但是在掩護出貨 對不對 後面你證明 為什麼真頂可以從這邊摔到這邊 跌了三成 因為當外資在買大力光的時候 卻是另外一隻手在出真頂 左手買股王 右手賣供應鏈 那表示什麼 以這個結論來講 以這張圖的結論來講 蘋果概念股 不會像之前一樣 那麼的風光了 反而我告訴你說 真的有轉強機會是2354的紅準 對不對 今天再創一個波段高點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會告訴你 你要死守在真頂 倒不如考慮紅準 倒不如考慮紅準 可是 就你的超盤觀念來講 應該是4958的真頂跌比較深 對不對 去買這樣的股票會比較好 一個月之後你大概就會印證了 尤其是融資的部分 應該是堅信這個理論 但是我強調 端午節過後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處理 手上的蘋果概念股 你會失之交臂 會失之交臂 當然 針對生計股 為什麼我這標顯 要鎖定生計股的比價行情 現在回來之後 我再告訴你 股王浩鼎 今天一如預期 點鈴板沒有再鎖了嘛 對不對 那今天 打開的意義在哪裡 現在之後 我馬上回來 恢復加元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 要盡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一指救世界 千人EveryDay 來回到現場 那麼端午節過後 要選什麼樣的標的做佈局 我個人的看法 排除掉電子股部分弱勢的以外 當然如果你說 徐老師 那我想佈局蘋果概念股 那我說你買大支的吧 像洪准 或者是大力光 那我會說徐老師 你哪來建議 我說對啊 因為就技術型態 跟基本面來看 或者是相對位置 這兩支蘋果概念股 我認為 如果你願意佈局 大概就朝這個方向去 但是不要去找 之前跌過一大段 目前還反彈不起來了 挺好 大盤反彈了800一點 這一波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買的是凱勝 或是真底 大盤再漲他都不漲 你不覺得很毛嗎 這是最一般白話的用語 當然這些股票可能在打底 那他一個打底 假設一年 你要跟他耗嗎 所以 在我的觀點 端午之後 要佈局什麼 升計會是首卷 會是首卷 之前升計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強調過 去年8月20號 當我修出這張圖卡 很多人看不懂 那這麼黑 怎麼可能會有行情 對不對 徐老師你講升計 那怎麼會有行情 可是後面 當拉出這一段的時候 每個人都認識升計了 不是嗎 終於掛牌 號頂來到700塊 然後一堆 整個升計股往上比價 所以當3-2整理結束的時候 我說過了 主升段持續進行中 因為這個產業能夠掌握 know how 我認為才是一個產業成長的關鍵 如果你什麼專利 什麼技術 都是在別人手上 你也只是買一堆機台來代工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永遠可以有人取代你 永遠 永遠都會 所以我昨天特別告訴你說 升級指數周線往下打 是號頂風貌嗎 應該不是的嘛 對不對 昨天那麼多的升級股 開始往上走 反應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 那當然 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我說接下來你升級股 要注意的叫比價而上的行情 什麼意思 這是之前的新聞 在6月2號 當然很少人在提啦 藥啊藥確定7月19號掛牌 他有這個日期喔 7月19 那麼年底將申請藥證 當然P1101 在8月的時候鎖定數據 10月開始公佈數據 11月在美國寫意年會發表 12月申請歐洲藥證 明年2月申請美國藥證 申請完歐洲再來申請美國 當然 藥啊藥旗下的P1101 目前有三大試印證 這個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但是我主要要說的事情是說 端午節過後 假設要華藥要7月19號掛牌 那我請問你 端午節過後不就是6月中了嗎 6月中到7月中 這一段時間 假設 生技他真的有行情 要走比價 要走主升段 那麼股價就會開始滋穩 而且往上墊高 如果你問我怎麼看 當然藥華藥是新貴的公司 我們不能做推薦啦 但是就股價面來講 前一波因為基亞風暴 很多的 包括當時的浩鼎也是一樣 就漲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結果他展現自己的know how 從45塊錢 拉到今天 201 他告訴你什麼事情 如果你要去掌握這種key point 或者是這種形態完成的key point 股價能夠漲 必須要有自己的know how 不是嗎 年底之前 藥華藥的新藥即將送歐洲的藥廠 然後要拿到藥證 包含了美國 那我請問你 終於掛牌的時候是這樣子 一拉拉到300塊 當時是17次的浩鼎 對不對 這個才叫比價行情 那你問我怎麼看浩鼎 當ESO公佈完全部的數據之後 我已經連講第三天了 我說 我們認為這個數據 它是有價值的 進入三期本來就是預期之中 一個新的免疫療法 這麼突破性的療法 如果它可以告訴你 哇 我馬上就可以拿藥證 我馬上百分之百有效 那這個故事就不精彩了 反而是說 我在進步的過程裡面 伴隨著企業的成長 伴隨著股價的成長 你可以在相對低檔 沒有人知道答案之前 你自己研究出來 去享受這一波的獲利 這才是分析師的價值嘛 不是嗎 去年我在講浩鼎的時候 每個人講說 徐老師你講浩鼎做什麼 當時的浩鼎來 當時的浩鼎不好意思 當時的浩鼎長成這個樣子 你會想要去買它嗎 平心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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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去想要買這一種股票嗎 不會嘛 對不對 反而是後面 這一段 你就對浩鼎有認識 你不一定會買 但是你會認識它 可是在這邊布局 在這邊做五趟價差 在這邊出第一趟 這一段完整的過程 你不在這邊做研究 那我請問你 你如何享受 股價噴出的快樂 不是嗎 所以我在看浩鼎 終於二期臨床數據讓我看到 當然還有蠻多 可以去衍生的東西 不是公布完二期臨床數據 就沒事了 後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不對 那我給你的結論叫做什麼 心療法是免疫療法 因為心 才有爆發力嘛 也因為心 才需要更多探索跟證明的事情 這邊 市值到1000億 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對不對 當然不可思議啊 之前長成這個樣子 你怎麼會想到 它的市值會值1000億 怎麼樣把股價討回來 再創自己的榮耀 就跟台積電一樣 最後你就用實力證明 自己股價的能耐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來 所以當我那天講 當國外的同樣的公司 在進行所謂的 三一性乳癌的療程過程裡面 人家的藥 30%患者有效 就可以拿到突破性療法 那我們浩鼎呢 OBI825有效 你認為機率有多高 當然 現在FDA的疑問就是說 你是怎麼有效 對不對 你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 我告訴你 浩鼎你在講 找所有專業人員來分析 為什麼這個數據出來 會有效 因為它很新嘛 所以可以去探索 這是有趣的地方 來 所以當時我在講浩鼎的時候 是261塊錢 當時台股崩盤了 誰看得到新未來 一片黑壓壓 不是嗎 後面做第一趟 後面做第二趟 不是嗎 解盲完畢 詳細數據沒公布 但是我們就粗略告訴你 這個鑰匙有價值的 不要亂砍 買423 後面兩個月的利空過去了 413轉強 後面買500 來到630 ASO公布完畢之後 所有人都有疑問了 我說 以技術面來看 你小心 這邊 籌碼清過一次 這邊籌碼清過兩次 這是第三次清洗籌碼 結果 昨天耗鼎跌停 對不對 我說長線會變成外資的高持股 長線 就跟大力光一樣 今天有沒有鎖住 根本沒鎖住啊 昨天鎖了1300張 今天呢 開盤 就把昨天鎖跌停板的賣牙給消化完了 那你問我 我一樣看好 之前解盲 三天止跌 花了98億的籌碼 你知道嗎 這一次他只花了16.5億 7月要啊要挂牌 端午節過後 假設季線往上這邊打底 那我請問你 會不會在 6月27號之前 浩鼎股東會 就把我想知道的東西給反映了 拭目以待 所以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今天浩鼎跌停板打開 符合預期 就進場做佈局 如何掌握新未來 端午過後 好好期待 生計股的表現 就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 2014 兩天 歡迎